都说娱乐圈是个照妖镜,时尚圈更像是个放大镜,谁当红谁已过气一目了然。 时装周不仅能够让女明星展现自己的美貌身材,也能最直观展现自己在时尚圈地位。 尤其是看秀的时候,坐什么位置,穿什么服装都相当有讲究。 我们来看一看这届时装周尴尬了谁,谁又是大赢家。 作为内娱的骄傲,张子怡人称国际章,她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一路靠作品和奖项迎来的。 以前每一次看秀或者是走红毯都必然成为全场的焦点,可这一次的巴黎时装周明显被冷落了,排队进场无人搭理,位置靠边,酒店自费。 当天张子怡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搭配黑色半身裙露面参加迪奥秀。 她穿的这身服装和拿的包是品牌方提供的,但都是过季款。 我穿的就很简单,就是一个白色的,你可以搭配一条裙啊,搭配一条裤子啊,我觉得又很简单,然后又很,就很舒适。 进场时张子怡跟其他网红一样,在门外排了几十分钟的队才进入秀场,入座的位置也是秀场边角的楼梯处,现场拥挤昏暗,已经完全没有了巨星的排面。 要不是镜头划过,都不知道她的存在,低调的让人根本不知道她参加了此次看秀,并且在酒店方面居然沦落到了自费住宿的地步。 反过韩国Blackpink的成员金正秀,手上拎的最新款的迷你小包,还直接将车子开到红毯门口,被品牌方大佬牵着手进入秀场,走VIP通道进入后,坐在最中心的位置,一旁诠释各个领域的CEO,别提有多场面,简直是迪奥亲闺女。 虽然张子怡不是迪奥代言人,但国际地位摆在那儿,也不至于区别如此之道吧。 张子怡当年辉煌的时候,各大品牌都趋之若鹜送上新品邀请她出席,光是巴黎时装秀,前前后后就去了巴子。 2011年,迪奥在北京办活动,给张子怡戴的是超级顶级珠宝,可惜如今品牌方更看重的还是流量明星,所以像张子怡这种的实力影线就不怎么顾及了。 不知道待遇和遗忘发生这么大的改变,张子怡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呢? 不过,在秀场张子怡并没有表现出不是,反而坐在人堆之中依然保持优雅。 他自带了保温杯,在秀场低调饮水,举手投足之间尽显端庄大方。 回眸一笑的气场仍然能碾压其他明星,只是粉丝纷纷为他鸣不平,感叹内娱完了。 其实不然,肖战在这次的时装周上就可谓是重心捧月,出尽了风头,刚下车就被围观的水泄不通。 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带着保镖进内场的明星,而且这次肖战是被Crochet和Tons两大高奢品牌邀请,待遇不言而言。 肖战目前应该是内娱商业价值最顶的一位明星,不论男女,从机场接机到看秀服装,座位再到探店的排场,用一记绝成来形容丝毫不过。 海外的粉丝在他下车的那一刻尖叫声就没有停过,这热闹的场面让品牌方也大为吃惊。 甚至重道直接把超级款服装送到酒店,一共肖战自己挑选。 之后发售时肯定又是一件难求,毕竟他可是品牌才生业。 品牌方还给他准备了定制的礼物,最厉害的就是那双挂在墙上的鞋膜,真的给了代言人前所未有的排面。 就连CEO坐在肖战旁边,都以9600万的搜索量冲上热搜。 套似秀场,肖战从台上下来往前走时,整个人群和光都在跟着肖战的移动而移动。 他更是被105家媒体和意大利电视台争相报道,足以看出他的海外影响力。 来自双设的独丑,粉丝的助阵,媒体的超高讨论度,也让肖战成为此次时装周最风光的一位明星。 正应了他对着全球媒体镜头说的那句无限可能。 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刘亦菲和谷爱玲居然捅框了。 LV的大秀上,刘亦菲、谷爱玲作为代言人,身穿品牌服装,惊喜亮相,捅框看秀。 不过,让人最稀奇的地方是,两人捅框居然看着像是同龄人。 为了参加时装周,谷爱玲做了精心打扮。 她穿着黑色的皮衣皮裤,穿着黑色的露旗装,黑色的皮鞋,戴着大金链子,化着浓妆。 金色的卷发披在了肩上,竟显成熟气质,横干脸,颇有大姐风范。 不过,这一套打扮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。 正值青春年华又有运动员特有的活力,为什么每次造型都挺雷人的? 这次外场直接变大妈,那一场拍照的时候感觉还凑合,怎么一出门就现原型了。 从这张图上看,19岁的谷爱玲与15岁的李慧人相比,年龄看起来要大了很多, 甚至比35岁的刘亦菲都要显得成熟。 刘亦菲简直就是洞灵了,不愧是神仙姐姐,她整个人完全是长在了国人的审美上, 往那一站,气质不张自显。 和谷爱玲同框,两人的美正好是一东一西,风格迥异。 刘亦菲当天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皮裙, 嗯,怎么说呢,只能说衣服选的不行,仙气全舞。 要说巴黎时装周上表现最突出,话题度最高的女明星, 那还得是范冰冰。 时隔多年再次高调回归时装周的她,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, 不仅尝试了多套迥异不同的服装风格, 而且在服装搭配上也是小心思满满, 各种夸张元素信手拈来。 果然在时尚比美的环节,范冰冰从来没有输过。 在秀场,路人随手一拍的范冰冰无论身形还是容貌和精修也没有太大的差别, 像是从精修途中走出来的女明星。 特别是这身礼服非常有特色, 金色的亮片上镶嵌着不少的蓝色羽毛, 耳环也是和羽毛同色系, 整个人散发着不灵不灵的滑跪感, 但是因为这清新的颜色又不会过于庸俗, 哪怕已经有近五年的时间不参加时尚红糖活动, 但她依旧受到了时尚圈的热捧。 现场记者围着她一顿乱拍, 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。 不管如何,范冰冰似乎已准备全面复出, 具体表现如何不如拭目以待。 这里是游走二文,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了。 谢谢大家! 感谢观看